尸体吗 第十二章 月炼 在中国 圣诞是个无足挂齿的日子 尽管早已采用功力 但每过一年 也没有人想到耶稣又长了一岁 远不如一年一年的持续跃进 和随之而来的连续自然灾害 更被凡人们所关注 圣诞的第二天和日 自然也没有什么火机之类的上市 不过 这一天在中国 却是不寻常的 因为一位伟大的人 曾经在这一天降临神州大地 他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孙中山没有完成的革命 在他的手中继续 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 在他手下败走 险些被一分为二的大江南北 在他挥手间统一了 一切功劳都归于他 中国人民敬仰他 感激他 他是人民大救星 当人们含着热泪 唱这支歌的时候 同时还唱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并没有觉得这两者有什么矛盾 千秋万代以后的子孙 无论将怎样评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历史 也绝不要怀疑 祖先们的虔诚之心 苏联的赫鲁晓夫 在秘密报告中 攻击斯大林 搞个人崇拜 消息传来 把中国人激怒了 对圣人 为什么不能崇拜呢 1961年的12月26日 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69岁诞辰 和往常一样 举国上下并没有家家吃寿面 以示庆祝 官方报纸也没有抱头套红 或发表什么献词 因为领袖本人 早已明明 不许为他祝寿 这就更加让人们崇拜 忠实的信仰者 于是采取自发的方式 表示纪念 比如 北大西语系 二年级学生郑小金 便在这一期逼报上 用英文发表了赞诗 毛泽东 我们的父亲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 都没有理睬西方的圣诞 谢丘斯就收到了他父亲从上海寄来的圣诞卡 早年住在英租界 他们是每年都过这个节日的 未必信基督 只是入乡随俗 后来就成了习惯 到了这一天 父亲或是给他买条项链 买件衣服 或是干脆给他点钱 想买什么买什么 今年 则是寄来了一张圣诞卡 以示节俭 上面 写了两句贺词 和圣诞 毫无关系 而是如今最为时尚的两句口号 听毛主席话 跟共产党走 可见老父用心良苦 一个正在改造世界观的资本家 希望下一代能改造得更好 而并不觉得自己的走私 有些像邯郸学部那样不大像样 接独富裕 谢秋思大哭一场 父亲不知道他走得是多么艰难 那天的生活会 名义上是重点帮助唐俊生 其实 建筑都落到了谢秋思身上 郑小金口口声声 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流毒 而全班 只有谢秋思一个人是资产阶级 唐俊生的家庭出身是店员 比谢秋思强多了 骨头却比谢秋思还软 弯着个水蛇腰 朝郑小金痛哭流涕 哎呀 我一指薄弱 立场不稳 没有抵制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亲事 我羡慕谢秋思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蒋诗 蒋川 被他的小恩小慧 迷住了双眼 他 他后来不跟我好了 我还留恋 他去找楚老师 我还 定过烧 我 我诬蔑了楚老师 我对不起老师 对不起党的贫养 谢秋思可真后悔啊 自己当初为什么会看上他呢 这个人 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息 完全是个奴才 乱咬人的狗 父亲平时说的 禁君子 远小人 就是要让谢秋思实时提防这种小人 可惜谢秋思意识得太晚了 甩都甩不脱 还受了他的害 于是郑小精 便饶了唐俊生 朝着谢秋思猛攻 什么望图腐蚀班主任 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 罪名比谢秋思老子带的还大 谢秋思的父亲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没有受过这样的斗争 有时候还去市里开开会 为了体现政策 摆摆样子 人家还称他谢先生呢 谢秋思不明白 资产阶级的子女 连对班主任 有些接近 或者流露出一些好感 都不允许吗 资产阶级的女儿 总有要嫁人的嘛 不许找你们无产阶级 只能嫁资产阶级嘛 那倒好嘞 资产阶级永远也不会断子结身 谢秋思 谢秋思并不像唐俊生那么软弱可欺 他虽然没有高贵的血统 却也有值得骄傲的资本 漂亮 富有 成绩优秀 如今班上少了韩新月 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和他较量了 在整个会上 他一言不发 不肯低下高傲的头 他不相信自己就已经一败涂地 现在那个会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了 据郑晓晶说 他要把班会的情况 向楚老师和系里 一支校党委汇报 也许早已经汇报过了 谢秋思等待着更大的打击 却迟迟未见动静 倒是原来私下流传的谣言 却公开了 扩大了 郑晓晶始料不及 是 在北大的校园里 雪花静静地落在卫明湖上 冰封的湖面和萧叔的树木 都已披上了素装 像是新嫁娘洁白的婚纱 湖心小岛上 徐徐走动着一个少女的身影 那少女在雪中待得太久了 墨绿色的摄卫尼大衣 和裹着头发的鹅黄色围巾 都挂上了血粉 一双做工精巧的 半长筒墨色皮靴 轻轻地走动 留下一串环绕小亭的脚印 雪花随之又去填充他们 皮靴再次踏出心狠 谢秋思久久地主望着北岸的被斋 他的脚下有一条小路 连着石桥也连着北岸 白血一直扑到被斋门前 他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走过去 但是谢秋思却迟迟地没有向那边迈步 他已经两个星期没有走进那里了 就在那天晚上 红与黑 第二天 我的失恋 生活会 急风暴雨 电闪雷鸣 谢秋思就再也没敢扣动那间书斋的门 郑小金已经明确告诉他了 楚老师对你根本就没这个意思 谢秋思应该相信的 但是他又不愿意相信 楚老师仍然和过去一样上课 看不出对他谢秋思有什么特别的亲近 或者有意疏远 楚老师很稳重 要进君子也很难 现在就更难了 今天下午楚老师没有课 现在一定关在书斋里埋头用功 但是谢秋思不敢去打扰他 担心碰上什么人 又添什么闲话 谢秋思只想在这里远远的看一看 楚老师住的那个地方 或者等楚老师出来 凑巧了 能往这边望一眼 那谢秋思就装作偶然露狱 和楚老师打个招呼 看楚老师在没人坚实的时候 对自己有什么表示 谢秋思知道这样做是有风险的 但是他不能阻挡自己的意志 他在心里并不否认 自己已经真的坠入秦王了 不再像过去和唐俊生在一起那样 吃吃玩玩 过后又觉得无聊 现在有一种斩不断的激情 聊拨着谢秋思 困扰着他 他对那个比自己年长 比自己强大的男子汉 不仅爱慕 而且简直是敬仰 今生今世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为伴 他谢秋思 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谢秋思 等着楚老师出现在被斋门口 其实楚燕朝此时 根本没有在他的书斋 今天是星期二 是同仁医院的探视时间 楚燕朝答应了新月的 仍然按时前往 新月向楚燕朝 询问班上的情况 楚燕朝小心翼翼地 避开了那些乱糟糟的事 只说还好 天晋黄昏 就赶回了延远 这两个星期以来 郑小经向楚燕朝所做的汇报 以及周围的人们 对他若明若暗的议论 都是楚燕朝很不安 他已经和唐俊生 做了一次长谈 说明师生之间根本没有芥蒂 不必顾虑重重 并鼓励唐俊生 把精力用在学习上去 他的比翼的能力 还是挺不错的 至于唐俊生所说的 对不起党 楚燕朝觉得话说得重了 一个连党员都不是的普通教师 怎么能代表党呢 唐俊生感动得泪汪汪的 说了一大堆老师恩仲如山之类的话 并且表示 对谢秋思抛却前嫌 不再歧视 按下了这一头 楚燕朝还得去解决另一头 不管谢秋思对他如何 也不管周围有怎样的舆论 他楚燕朝必须和这个学生 正面谈一谈 楚燕朝走进二十七斋 女生宿舍里 只有罗秀竹在背书 以为班主任是来找Monitor的 一听楚燕朝问谢秋思同学呢 惊得大睁两眼 说不出话来 也许他以为 这证实了谣言吧 楚燕朝找不到谢秋思 只好作罢 往背斋走去 当他在漫天飞絮下 走在湖岸上时 不禁往玉树穷枝的湖心小岛望了望 一个少女的身影 映入了他的眼帘 啊 那是 当然不会是新月 新月正躺在医院里 楚燕朝看清了 那是谢秋思 他的学生 和新月一样 楚燕朝这样想着 却没有像过去遇见新月一样 从容的向谢秋思走过去 最近他和谢秋思被笼罩在一种奇怪的空气之中 天快黑了 天快黑了 谢秋思一个人待在那里干什么 脸还朝着被斋的方向 楚燕朝犹豫了片刻 还是命命自己走上了那条通往石桥的小路 自己不正是要找谢秋思吗 自己有话要对他说 无论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都没关系 谢秋思的目光 只盯着被斋 直到楚燕朝出现在他的面前 才惊奇的叫了起来 哦 哦 楚老师 能从什么地方来啊 我一直以为能在屋里呢 哦 从你们宿舍来 想找你谈一谈 哦 我就是在这里 等您呢 楚老师 我 我 积聚的太多的委屈 压抑的太久的情感 就等着向楚燕朝倾诉 楚燕朝终于来了 但是楚燕朝没有走进谢秋思 在距离两步的地方停了下来 温和的微笑着说 不要哭 一个大学生了嘛 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 这句话 反而把谢秋思含在眼眶中的泪珠摧落了 这是班会的唇枪舌剑都没有做到的 谢秋思当然不是小孩子了 一个十八岁的姑娘 她需要的已不是父母的慈爱 而是更高更深的情感 这些似乎同学们都不能理解 也许理解她的只有楚老师 楚老师 他们那样整我 好像我同你犯了什么罪似的 楚老师 你 你不会怕吧 对吗 楚燕朝脸上的微笑退去了 她哪里还能笑得起来呀 这根本谈不上 怕还是不怕 班上开那样的会议 我是不赞成的 因为问题 并不成其为问题 我对你和对每一个同学都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可议论的 是不是这样 谢秋思同学 谢秋思愣住了 难道郑小金所说的话 就这样被证实了 楚老师对你根本没这个意思 谢秋思苦苦地寻找的 顶着压力追求的 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楚老师从来都没有歧视过 谢秋思的家庭出身 还在英语课上多次地表扬她 并且对她的课外阅读 提出了比别人更高的要求 难道这些都和别的同学一样 一点特别之处也没有吗 楚老师的回答 似乎是肯定的 没有 羞涩懊恼 烧红了谢秋思的面颊 对一个少女来说 没有什么能比爱情上的碰壁 更难看的了 小小的年纪 谢秋思已经两次失误 先是爱上了不值得爱的人 后是爱上了根本不爱她的人 谢秋思是自爱的 现在应该退去了 退到和别的同学一样 但是后果是什么呢 谢秋思失去的不仅是爱情 还有人格 她将在同学们面前 永远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她不能退 父亲常说 成功往往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父亲解放前在事业上的成功 解放后对进步的追求 都是这种努力的体现 那么谢秋思自己的爱情道路 就封死了吗 也许楚老师在舆论的压力下 不得不说违心的话 不得不把心中的那扇门暂时封闭 谢秋思为什么不再撞击一下呢 把她撞开 楚老师 我知道 谢秋思不再使用上海方言 为的是自己显得更加稳重 更书生气 也就更靠近楚老师的气质 但下面要说的话 却又有意和楚老师拉开了距离 楚老师 您对学生是疑似同仁的 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的人 也没有嫌弃 楚燕朝的神经不禁被刺了一下 他避开谢秋思探究的目光 向小婷走去 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 标准的无产阶级 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谢秋思当然不知道老师此时的心情 但他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猜测 老师显然没有把他入另侧 而且对于像郑小经那一套盛气凌人的做法 是否就算无产阶级也表示怀疑 这就更鼓起了谢秋思的信心 他跟着楚燕朝走过去 进一步大胆地提出了一个 谢秋思苦思已久的问题 老师 您说 一个人想到爱情 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吗 爱情 楚燕朝心里一跳 这个女孩子好勇敢 她到底面对面地把这两个字说出来了 一个绕来绕去的话题终于挑到了名处 楚燕朝不能回避 但她也只能就谢秋思提出来的问题本身 按照自己的见解给予回答 爱情当然不是资产阶级独有的东西啊 万丈的奴隶制社会 封建社会就没有爱情吗 无产阶级就没有爱情吗 我在英语课上说过 革命者也会有爱情 恐怕到一万年之后 人类之间已经没有了阶级 也仍然会有爱情 谢秋思的脸上泛起了笑容 老师的话 无疑给他那被重重绳索捆着的 而又试图挣扎的思想松了绑 既然爱情不受阶级的限制 谢秋思 还怕什么呢 就是嘛 爱情嘛 是每个人应该有的权利 想爱谁爱谁 谁也无权干涉的 卓老师 您说呢 谢秋思的眼中 闪耀着青春的光彩 热切地望着他所爱恋的人 您说呢 这三个字 并不是简单的发问 而是要牵动楚燕朝的心 让楚燕朝更主动地 袒露情怀 一个女孩子 总不好先说 我爱你吧 然而很遗憾 楚燕朝自有楚燕朝的思路 并不由着谢秋思牵着走 爱情 当然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但它很神圣 绝不敢滥用 滥世情感 必然葬送了最纯真 最珍贵的爱情 爱情对于人 就像生命 古人很崇尚 是为知己者死 但也不能为一时冲动 贬轻一现身 那样并没有什么价值 知己 应该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 而且是双方面的 缺一不可的 谢秋思炽热的心冷却了 楚老师虽然一个字 也没有说到对他的情感 但字字都在告诉他 在他们之间 并不存在那种神圣的东西 谢秋思俊美的外貌 和缠绵的情感 都没有牵动 楚焰朝的心 难道 楚老师是一个 无情的人吗 不 无情 怎么会这样谈论爱情 也许他那心目中 已经有了更理想 更完美的知己 那 那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爱情 是一种信仰 它注存在 人最珍贵 最真诚的地方 注存在心里 它和生命同在 和灵魂同在 雪花飘飘 小亭周围的雪地上 两双脚留下两串硬痕 周而复始 个人踏着自己的脚印 一男一女 谈论着一个 并非存在于他们之间的 虚虚幻幻 而有实实在在的神物 爱情 1961年 12月28日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 审核了关于 楚燕朝等教师的 职称确定 与提升问题的报审材料 西语系党总支委员 兼英语专业二年级班长 郑小金 列席了会议 根据1960年 颁发的有关文件 有关条款 三 高等学校教师 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 努力做好教学 生产劳动 科学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历史清楚 思想作风好 努力学习 马克思 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 不断提高 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 积极参加劳动锻炼 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 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 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修养 五 合乎本规定第三条要求 并且具备下列各项条件的助教 根据工作需要 可提升为讲师 一 已经熟练地担任助教工作 成绩优良 二 掌握了本专业必须的理论知识 和实际知识与技能 能够独立讲授某门课程 并且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 三 掌握一门外国语 能够顺利地阅读 本专业的书籍 会议通过了对其他教师 职称的确定或提升 但是对楚燕朝却展开了争论 多数委员认为 楚燕朝作为严教授的助教 一年来工作成绩极为突出 实际上 在严教授健康状况极差 根本不能授课的情况下 楚燕朝完全独立地 讲授英语课程 表现出出色的才感 并且具有很大的潜力 在英语教学和对中国文学 外国文学的研究讲述中 有独到的见解 楚燕朝已经完全具备 提升为讲师的条件 但是 这些毕竟都是第二位的 必须隶属于 合乎本规定第三条要求的前提下 当然 也没有人认为 可以讨论吗 少数 压倒了多数 结果 楚燕朝的提升 没有通过 1961年12月28日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 审核了关于 楚燕朝等教师的 职称确定 与提升问题的报审材料 西语系党总支委员 见英语专专业二年级班长 郑小金 列席了会议 这样的会议 楚燕朝本人 是没有资格听会的 会议的结果是 楚燕朝的提升 并未获得通过 他将继续 以助教的身份 做讲师的工作 而实际上 必须完全顶替 严教授 等楚燕朝 知道了这个结果 命运 已经被决定了 他感到蒙受了一次 无法容忍的侮辱 并不是因为 那一点工资待遇的差别 而是明 楚燕朝和许多 知识分子一样 不可能不十分 珍重自己的明 既然我没有做讲师的资格 为什么还要我独立授课呢 不能另请高明吗 但是 楚燕朝一想到恩师严教授 满腔的怒气 却又不能发作 严教授也是校务委员 虽因病未能出席 但会议的决定 也代表了严教授 严教授 是他楚燕朝 最尊敬的老师 楚燕朝是 严教授最喜爱的学生 两年前他毕业的时候 外文出版社点名来要 严教授犹豫再三 尽管认为 外文出版社 是个非常理想的去处 还是建议 楚燕朝留在母校 先帮老师几年 因为北大师资缺乏 严教授需要一个 得力的助手 楚燕朝听从了 老师的挽留 他知道 严教授这样做 完全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学生 未来的学生 他决心 继承老师的风范 在教学原地上 公更下去 他帮助老师 甚至顶替老师 做多少事情 都是应该的 现在 他难道 能够一怒之下 推掉这一切吗 楚燕朝默默接受了 校委会的决定 没有向任何人申诉 即使申诉 也没有任何意义 他知道 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 是什么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六 雪还在下 严冬总要过去的吧 一九六二年的春天 已经遥遥在望 窗外 那漫天飞舞的雪花 令人向往 阳春三月 那扶着窗帘 撩人思绪的柳絮 星月在医院里 住得太久了 同事的两位病友 先后都出院了 现在 只剩下他星月自己 星月应该感谢 这求是式的病房 这里 比他的西乡房温暖 整整一个冬季 他没有再被风寒侵袭 关节疼痛 胸闷气短 咳嗽等等症状 渐渐地消失了 抗殴 血沉 心电图 X光 一系列的检查 星月从卢大夫那儿 得到的答案 都是慈祥的微笑 他觉得 自己在好起来 家里的亲人 经常轮流来看他 他询问家里的情况 他们总说 挺好 挺好 好像家里什么事也没有 一切正常 星月 也就不必牵挂了 每个探视日 楚老师都要准时到这儿来 今天又是探视日 星月等着楚老师 陈书彦却先到了 披着一身的血 脸冻得通红 嫂子 这种天气 你还来呀 陈书彦放下手里的饭盒 胆着身上的血 不来 我怎么放心呢 嫂子 哎呀 你又带吃的来了 快趁热吃吧 姑妈呀 特意为你炸的松肉 让我赶快送来 你瞅瞅 还没凉呢 快吃吧 陈书彦打开了饭盒盖 姑妈做的拿手好菜 炸松肉 黄灿灿 香喷喷 冒着热气 星月用筷子夹起来 一块松肉 尝了尝 真香的 还是家里的菜好吃 你爱吃就多吃吧 姑妈呀 本来要给你炸黄花鱼呢 哪儿都买不着 所以 不要为我这么费事 这儿啊 又不是没饭吃 刚才的午饭 就吃着挺饱的 你送来这么多松肉 就只好留到晚上吃了 嫂子 以后你再来 别带吃的了 见到你吗 我就很高兴很高兴了 感情啊 比物质更珍贵 那我以后啊 就多带点感情来 星月 看起来呀 姑妈对你的感情 比我更深 今儿啊 非得亲自来送 我说天儿下雪 陆华 就没让他来 哎呀 那你怎么没和我哥一块来呀 你哥 陈书彦对这个问题 有点措手不及 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当然 他可以说 今儿不是星期六嘛 你哥下班晚 也可以说 你哥最近太忙 我就多跑跑腿吧 或者随便说点别的原因都可以 但是 这些 都不足以说明 他心里所想的 几个月来 他总觉得自己和天星之间 好像隔着点什么 却又说不清 那天 天星一夜都没着家 天明了 才像个落汤鸡似的跑回来 问他上哪儿去了 他只说加班 问他车呢 雨衣呢 他愣愣地说 忘了 书彦又问他 是不是在外头出了什么事情 他只说 没有 就再也一眼不发了 书彦暗暗地为丈夫担心 后来 却也没看出有什么事 还是照常上班 下班 吃饭睡觉 话 却越来越少了 虽然夫妻之间没吵过嘴 没打过架 有时候甚至相互很客气 但这就够了吗 两个人从没有一块儿去看过电影 逛过商店 就连到医院来看新月 也尝试各来各的 这哪儿像个两口子 书彦过去所憧憬的爱情 婚姻 是这样的吗 书彦怀疑 自己的丈夫是个木头人 石头人 根本不懂得爱情 怎么一颗热心 暖不过她的冷肠呢 书彦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错误的 只看着公公婆婆好 小姑子好 家庭好 就以为一定是个美满姻缘 而这些 书彦怀疑不愿意 并不能代替丈夫 也并不等于爱情啊 片刻之间 陈书彦的心头翻起了千头万绪 却一句都不能对新月说 新月毕竟是天心的亲妹妹 听她说这些 会怎么想呢 陈书彦不愿意给病中的新月 再增添烦恼 影响病情 况且她心里的那一团乱麻 想要理出个头绪来 用言语表达清楚 也难 没法回答新月 她只好往别处扯了 就勉强地笑了笑说 你哥呀 不能跟我一块来 为什么呢 都结婚那么久的人了 还不好意思一块啊 不是我们不好意思 是因为医院 只有两个探视盘 得给你那位楚老师留一个 人家大老远的来了 不能让人家白跑啊 她不是每逢探视都来吗 哎呀 你处处想着别人 新月非常感激她的嫂子 但是她并没有注意 她嫂子的话里 有什么别的意思 却抓住书彦的腕子 看了看表说 诶 初老师 怎么还不来呀 这个时候 匆匆赶往同仁医院的 楚彦朝 还在路上 因为被一件重要的事情耽搁 她来晚了 昨天晚上 楚彦朝接到 从燕东元打来的电话 她的恩师 是严教授 并危 楚彦朝匆匆赶到 严教授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 我室里挤满了人 有严教授多年的挚友 有他教过的各种年龄的学生 有特地请来的大夫 教授 教授夫人和子女们哭泣不止 恳求大夫 再做最后的努力 设法把老人的生命延长一些 再延长一些 但垂危的严教授 却无力地摇里摇手 请大夫走开 不必再用药了 我本无病 是生命 到了 今到我 非人力可以挽回你 她躺在病榻上 睁着势力极弱的双眼 轻轻呼唤着她的夫人 和她最喜爱的学生 楚彦朝 他们扶在严教授的床前 拉着她的手 不知道这位 使外语事业为生命 执教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 老教授 在临终之际 要嘱咐些什么 不要哭 不要用哭泣 为我松醒 我 我该走了 许多想做的事情 都无力去做了 只能留给我的学生 我 有幸叫了那么多的 学生 你们 不会让我失望 我可以走了 我可以走了 我不放心的是 你们的师母 我和他 我和他 一起走了那么长的路 从来没有想到 要 要 分手 教授夫人 浮在床边痛哭 楚彦朝 也落下滚滚热泪 落在严教授 那苍白 虚弱的手臂上 虚弱的手臂上 实的意境中 离开人间 老师 好 好 我背给您听 你要听 哪一首 啊 背 我翻译的 白伦的诗 那一首 好吧 我们 不再一起 漫游 让我和你的师母 一起听 楚彦朝 强忍住悲痛 遵从老师的 最后嘱托 他望着这一对 黏玉古兮 仍然依依不舍的情侣 真挚的诗句 像踪踪清泉 游流出来 好吧 我们不再一起漫游 消磨着幽深的夜晚 尽管这颗心 怕得停下来 他得停下来呼吸 爱情 也有歇息的时候 虽然 虽然 这夜晚正好 正好倾诉 中场 很快的 很快的 很快就要天亮 但我们 已不再一起漫游 打着 这灿烦 这灿烂的月光 诗句 终止了 像清泉 流进了最后一地 再也没有任何声响 并踏旁 仿佛是空谷旷野 宁静 宿木 只有那一对 手拉着手的白发情侣 严教授 严教授 在纯美纯情的诗意中 停止了呼吸 他安详地 闭着双眼 脸上 浮现出淡淡的笑容 仿佛 静静地 睡去了 楚燕朝在老师的林前 一直受到天亮 清晨 白色的林车 念着白雪铺成的道路 送走了老师的遗体 楚燕朝踏着白雪 走向燕园的英语教室 十五名学生 在哪里等他 临时来不及请别人代课 为了他的学生们 楚燕朝不能再陪伴他的老师 我们 不再一起漫游 每走一步 楚燕朝的心里都回想着 这令人断肠的诗句 下了课 楚燕朝重返燕东元 至亲好友都在忙碌 学校和系里也派来了人 起草复告 撰写道词 商量遗体告别和追悼会的日期 楚燕朝 作为严教授的学生和助教 料理后事当然择无旁贷 可是 楚燕朝就怀着深深的歉意 低声对教授夫人说 师母 原谅我 我晚上再来 现在 我 我有一个卧病的学生在等我 我今天下午的时间 是属于他的 楚燕朝挥泪离去了 他匆匆回到备斋 带上他给新月准备的东西 披着一间风雪 去赶进城的公共汽车 一路上 楚燕朝 反复地想着两个字 生 死 严教授 为外语而生 为外语而死 昨天还活着 今天 已经死去了 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外语教育事业的楷模 被死神夺走了 死神 结束一个生命 是那么轻而易举呀 这不仅是楚燕朝痛惜 也使他感到恐惧 二十六岁的楚燕朝 想到死 未免为时过早 未免为时过早 他想到的不是自己 而是新月 在去同仁医院的路上 楚燕朝反复地想着两个字 生和死 二十六岁的楚燕朝 想到死 未免为时过早 他想到的不是自己 而是新月 这几个月来 新月的脸上又恢复了笑容 渺茫的希望 给新月病弱的机体注入了生机 但是卢大夫那可怕的预言 时时在楚燕朝的脑际盘旋 他无法否认 也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 新月 已经没有 也不再有可能 有一颗健康的心脏 现有的一切医疗手段 都只能是小心翼翼地维持 不知道哪一天 突然的变故 会降下灾难 后果 将是一个可怕的大字 死 楚燕朝的心脏不禁站立 新月才只有十八岁 人生的道路那么漫长 难道新月不能再一起漫游吗 不 多情的诗人拜伦啊 你的诗已经送走了一位老人 不能再送走这位少女 死亡 坟墓不能属于他 楚燕朝似乎看见了死神 在一步步地逼近新月 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急切地 要马上见到新月 风雪 扑打在楚燕朝的脸上 他抬头看看天 银灰色的天空飞满雪花 叫得他头云目眩 脚下一滑 跌倒在雪地上 他急忙护住怀中抱着的东西 免得被摔坏了 幸好 血是软的 那东西完好无损 楚燕朝小心地扶去 站在上面的雪粉 重新捧起来 他感到 有一股力量通过他的手指 传遍全身 传遍他的心脏 这力量 是他敢于无视卢大夫 所宣称的科学 无视生命的仇敌 病魔和死神 我不信 我要用人的力量 建立一座天堂 和你们的地狱 对抗 也许 他楚燕朝的力量太小了吧 他没有任何职权 只是一个小小的助教 连做讲师的资格都没有 是的 楚燕朝所能给予心悦的 太少了 但是 他毕竟还是一个身心健全的 七尺男儿 他不能卸去肩上的责任 这责任 是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心灵赋予他的 是一种越来越清晰的 某种神奇的启示 所赋予他的 学校里的一切 都不要对心悦说 让心悦感到老师的力量 楚燕朝站起身来 大踏步的朝前走去 风雪中 楚燕朝望进了灰蒙蒙的 崇文门城楼 望进了已经换上 庆祝元旦标语的 同仁医院的大门 心悦 我来了 楚燕朝的身影 刚刚出现在病房门口 心悦就快活地叫了起来 楚老师 楚老师 您变成了血人了 陈书燕联蒙站起来 为楚燕朝胆去肩上的血 接过他怀抱的东西 楚老师 这么大的血 您还带这么沉的东西来 病房里暖融融的 和外边是两个世界 楚燕朝的头发上 眉毛上的血粉 立即化成了水珠 看到心悦的快活的笑脸 他心头的忧郁和悲伤 就悄然退去了 窗台上 新月让家里送来的那盆巴西木 顽强地伸展着 葱绿的枝叶 在龙东季节 搏发出一股盎然的春意 那生命的神木 是闫教授传下来的 现在楚燕朝连一个字 都不能对新月提起 闫教授的死讯 他把目光 从巴西木上收回来 动手打开 他带来的那个纸箱 喃喃地说 这是我送给你的 新年礼物 新月敷在枕头上 好奇地看着楚燕朝 楚老师 这是什么呀 楚燕朝没有回答 他仔细地拨开纸箱 一台崭新的流声机 出现在床头柜上 闪着漆黑的亮光 啊 流声机 哎呀 这太好了 楚老师 您是让我做听力练习用的吧 我们班的同学 已经开始听力课了吧 楚燕朝还是没有回答 对于新月 需要回避的问题太多了 新月已经离开了 那个班机体的事情 最好 不要提及 楚燕朝轻轻地打开了 流声机的盖子 放上了一张唱片 摇着摇柄 上足了弦 然后提起摇柄 把唱针放在那缓缓转动的 唱片的边缘 开始 开始寂静无声的短暂的空白 像洁白的稿纸开头的几行空格 像沉重的大幕 拉开之际的一夕 像月明之夜 推开灵狐化窗之时的一瞬 静静地 静静地 仿佛从遥远的天际 隐隐传来几声叮咚 几声名转 随之 一个悠长徐缓的声音出现了 像书卷的青纱 像优叶的流泉 像春蚕土露着 缠绵不尽的 丝丝缕缕 陈书彦难难地说 是小弟金鞋奏曲梁柱 我知道 是余丽娜演奏的 这首在五十年代末 由上海的几位年轻的音乐家 创作演出的乐曲 在短短的时间里 已经风靡全国 使多少颗年轻的心 如醉如痴 曾经和新月 一起读完了高中的陈书彦 陈书彦自然对此也是略知一二的 并且也相当着迷 只是陈书彦不曾料到 在这冰封大地的隆冬季节 在这隔离陈氏的病房 出演朝卫新月 送来了这醉人的乐曲 她陈书彦能够有幸分享 那刻在昏后渐渐冷漠的心 不禁随着秦宫和思弦 陈书彦没有说话 在此时此刻 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 任何声响都是对那天籁之音的破坏 此曲只因天上有 人间能得济回吻 新月的全身心都沉浸在那熟悉的旋律之中 随着乐曲进入了一个纯净的世界 没有嘈杂 没有污染 只有月光照耀下的小鹿 清澈见底的小溪 迎着沉暮飞走的白鹤 倒映在水中闪闪发光的心斗 啊 那个世界 是为天下最真 最善 最美的心灵准备的 艺术家怀着虔诚的情感 用充满魔力的琴弦 在人们的心中筑起了一座不朽的天堂 它像天地一样长久 日月一样永恒 新月微微地闭着眼睛 他清清楚楚地 看到了那座天堂 真真真切切地触到了那座天堂 冰灵气成墙壁 白云铺成房顶 雾碍支成沙漫 星星传成明灯 在那里 在那里 新月的头发像沐浴之后那样清爽柔软 随风飘浮 她的肌肤像披着月光那样清凉润滑 她的那颗心啊 她的那颗心啊 像禁运着朦朦朦细雨的花垒 挂着晶莹的露珠 自由地呼吸着 新月沉醉在那个一尘不染的美好的境界 如歌如诗 如梦如幻 如云如月 如水 如烟 一个古老的家喻户晓的故事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呢 她被改变成戏曲 电影 夏里巴人奔走相告 她被补成乐章 阳春白雪 举国而赫 人们并不关心 历史上是否真的有一对 梁山伯与注音台 拨动人们心弦的 恰恰是活着的人们 自己的感情 人类的子子孙孙啊 世世代代 重复着常读常心的一部 仅有一个字的书 请 恩书彦听得呆了 她并没有欣赏音乐的特殊天赋 但这个故事 她太熟悉了 她把那千回百转 思思入寇的乐剧 和曾经看过的电影镜头 相印证 节奏的吉许 情绪的张弛 使陈书彦能够准确地判别出 哪一段是通窗共读 哪一段是十八相送 哪一段是楼台相会 情窃窃 情窃窃 亦绵绵 陈书彦被梁柱之间 那刻骨铭心的痴情 所感染 为自己那麻木不仁 两相隔膜的婚姻 而感慨 陈书彦 流连于乐曲之中 又游离于乐曲之外 由此思彼 此叹自连 眼睛中不禁涌出了凄凉的泪花 楚燕朝坐在新月床边的椅子上 一只手臂弯起来 拖住疲惫的脸塞 经过一天一夜的奔波劳碌 他累了 也许正需要片刻地休息 那熟悉的乐曲 松懈了他疲劳的筋骨 昨夜诗生之情的严酷摧折 在今天的诗生之情中 得到了安慰和补偿 看到新月 那陶然怡然的神情 楚燕朝满足了 床外 锐血纷纷 挺拔的白羊 娇柔的垂柳 婆娑的荷欢树 都披上了白纱 轻轻的摇曳 仿佛喝着这乐曲的节拍 翩翩起舞 仿佛这悠扬的琴声 在那串串玉珠 条条银丝 朵朵白花之间 缠绕回旋 琴声飞出了病房 惊动了临时的病友 惊动了值班的护士 惊动了寻查工作的卢大夫 谁在病房里拉琴呢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呀 卢大夫心声走去 他要制止这种 与医院的环境 格格不入的娱乐活动 卢大夫匆匆走过去 他看到在旁边的病房中 一个刚刚做完未切除手术的老太婆 在仰卧静听 颤抖的手 攥着床篮 他看到了一个患糖尿病 久之不遇 脾气又爆裂得要死的汉子 此刻安安静静地 扶在床头上倾听 他看到病情较轻的几个病人 被前来探视的妻子或是丈夫搀扶着 在走廊里散步 也不禁驻足地厅 他走过那一排病房 终于找到了秦生的源头 脚步却不由自主地放慢了 放轻了 卢大夫看到心悦 那洋溢着青春气息的面庞 看到楚燕朝那疲惫的身姿 就什么话也不说了 缠绵的秦生 向卢大夫诉说着一切 真挚着情怀 感染着这位并非无情的科学工作者 科学在艺术和情感面前退让了 卢大夫站在门外驻足良久 又悄悄地退去 他没有打扰他们 楚燕朝 这位不按医学的年轻学者 在用他的心灵帮助自己治疗病人的顾及 卢大夫的内心对楚燕朝充满了感激之情 卢大夫抬起右手 拢了拢露在冒烟外面的一缕夹杂着银丝的头发 在循环往复的梁柱的主旋律中 缓缓地走去 乐曲已告尾声 雨过天晴 一道七彩长虹飞跨苍穹 一双斑斓彩蝶翩翩起舞 如气如素 汉人心扉的主旋律又响起来 说不尽如梦夹话 似碎柔情 泪水连连的陈书彦站起身来 她不忍再听下去了 也不忍打断这心灵的协奏 她擦去腮边的泪中 极力做出了一丝笑容 默默地对楚燕朝点了点头 在望望闭着眼睛的心悦 她没有惊动心悦 就步履轻轻地走出去了 乐曲在春蚕吐司的节奏中 越来越淡 越来越远 最后归入一片纯净 一片空灵 任何声响都没有了 心悦还沉醉于那梦境诗情之中 久久没有醒来 终于 她睁开了眼睛 面前有一双深邃明亮的眼睛 正在等待着她的目光 哦 楚老师 楚老师 谢谢您 您给我送来了春天 送来了人间最美好的情感 哎 只可惜 这 这不是您的琴声 我 余丽娜 可比我拉得好啊 那不见得 余丽娜是余丽娜 您是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灵 自己的情感 谁也不能代替谁 楚老师 您的琴声 我听过的 在去年冬天 天也下着雪 不过 我没有惊动您 是偷听的 啊 幸亏我当时不知道 不然 楚彦潮的脸上 泛起了 腼腆的红韵 以后吧 以后我一定 当面拉给你听 那 我就等着 不过 我这就 已经非常感谢您了 您那么忙 花费了那么多时间 来看我 您看 我去年 说了那么一句 喜欢这首曲子 您到现在还记着 我 我该怎么感谢您呢 那 新月 我们之间 用不着说这些话 爱情 就是风险 就是给予 新月愣住了 仿佛有两颗明亮的星星 突然在她的面前升起 那不是星星 那是楚彦潮 注满深情的眼睛 楚彦潮 热切地凝视着新月 炽烈的诗句脱口而出 请让我 叫你相信 我只盼一件事情 给你献上我的心灵 和这心灵中 蕴藏的全部感情 新月惊呆了 粉红的嘴唇轻轻地颤动 老师 你 你说的是 西卡尔马克思 赠给燕尼的事 现在 让我转赠给你 连同我的 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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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仁医院 在同仁医院 新月的病房里 新月凝望着楚彦潮 新月仿佛看见了两颗明亮的星星 突然在她面前升起 那不是星星 那是楚彦潮 充满深情的眼睛 楚彦潮 热切地凝视着新月 炽烈的诗句脱口而出 请让我 叫你相信 我只盼一件事情 给你献上我的心灵 和这心灵中 蕴藏的 全部感情 新月惊呆了 粉红的嘴唇 轻轻地颤动 老师 您说的是 新月 这是凯尔马克思 赠给燕妮的事 现在 让我转赠给你 连同我的 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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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月麻木了 在她的心目中 爱情 是一个多么崇高的 字眼 她憧憬过 她向往过 她思索过 但还没有去寻找过 十八岁的年龄 新月还没有能力 清晰地认识爱情 那是一个 飘渐游的梦 一团朦胧的光 一首 无字之歌 一条通往天际的路 一座遥远的 不可企及的宫殿 现在 突然出现在面前了吗 也许 许多人苦苦追寻 而不可得 而她呢 当爱情 扣动新月的心扉的时候 她却感到迷茫 老师 这就是 爱情吗 我们之间是 爱情吗 望着这个纯真的少女 楚燕朝的心在颤抖 新月 爱情 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 当两颗心 经历了长久的跋涉 而终于走到一起 像镜子一样 互相映照 彼此如一 毫无猜测 当他们的每一声跳动 都是像在对方说 我永远也离不开你 那么爱情 就已经悄悄地来临 没有任何力量 能把他们分开了 那 那也许就是了 新月喃喃地说着 她感到有一股暖流 从她的心中 从她的全身流过 仿佛冰封的大地解冻了 泥土酥软了 春水涌流了 花木复苏了 春笋出土了 嫩牙土绿了 花磊 展开了 她生命的春天 人生的黄金季节 突然宣布到来了 而带来这一切的 是她所敬仰 所信赖的老师 新月当然知道 在过去的一年多的相处中 老师在自己的心中 占据着怎样的位置 他也知道 老师为自己 倾注了多少心血 也许正因为 他是自己的老师 自己是他的学生 彼此之间情感的表达 才坦然自若 毫无挚爱 但是现在 这种朴素的 自发的情感 突然升华到爱情 少女的羞涩 立即烧红了她那 柔嫩的面颊 新月有些惊慌失措了 伸出微微颤抖的手 扶着床檐 想坐起来 避开楚燕朝 那炙烈的目光 我 我们之间 可以谈 谈爱情吗 您是老师 我是学生 楚燕朝 轻轻地按住了新月 当她那男性的 静见的手掌 触摸到了新月 那鲜柔的手指 楚燕朝胸中 泛起了难以表述的 复杂情感 不错 新月是她的学生 她是新月的园丁 在她过去 为这颗小苗 灌溉耕耕耘的时候 她心中怀着深深的爱 但是理智 使她时时压抑着 自己的感情 这是师生之爱 无论如何 不要超过她 如果这颗小苗 能像玉器的那样 茁壮成长 成为出类拔萃的 栋梁之才 也许她楚燕朝 今天的话 就不必这样 急于说了 她期望新月 在事业和爱情上 都取得圆满成功 而这些 都不必 为她楚燕朝莫属 因为她比谁都明白 自己在出生之前 就命中注定 要走一条坎坷的路 何必去连累别人 只要新月 能得到幸福 哪怕她楚燕朝 最终失去了新月 也愿意忍住 自己的痛苦 但是 后来的事情 发生了太大的变化 新月还没有成才 便倒下了 还有谁 能比原丁更惋惜 更痛苦呢 直到现在 新月 仍然把她看作原丁 而她心里却明明知道 新月已经很难 再回到那块苗圃 该做的 她楚燕朝都做到了 能做的 她也尽力做到了 她所余的只有自己的一腔热血 和一颗赤诚的心 现在 她绝技把这些 也都献给新月 十八岁 向新月表达爱情 或许太早了点 但是 时间 时间这个恶魔 对于新月 是那样的吝啬 如果太晚了 新月也许就等不及了 但愿这颗心 能伴随着新月 那颗伤残的心 一起跳动 但愿她楚燕朝的爱 能给新月生命的力量 这一切 楚燕朝能对新月倾吐吗 命运对楚燕朝 是那么的残酷 真诚的话语 还必须自真俱拙 这也不必遗憾 绕开爱的路途中 太多的荆棘 她吐露给新月 每一个字 仍然都是真诚的 不 新月 你不是很欣赏那句话吗 人和人 是平等的 在爱神面前 只有两颗 穿在一起的心 没有什么学生和老师 新月 还记得吗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就把我当成了同学 我第一次上课 就宣称 我是你们的朋友 告诉你 新月 几乎可以说 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 我就悄悄地 在爱着你 那是命运 让您等着我 让我遇到您 新月 甜甜地笑了 心灵的隐秘 一旦敞开 揭开羞涩的面纱 她也必须承认 今天的爱情 早早就剥下了种子 春天来了 春天吹拂着 新月的面颊 春水 浸润着新月的心田 爱情的种子终于落地生根了 幸福 是初恋的少女陶醉了 新月缓缓地抬起头来 望着楚燕潮 一双眼睛 仍然是那样纯净清澈 请允许我 以后 还是那样教您 老师 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两颗心紧紧地贴在一起 这里毕竟是医院 是病房 不是花前月下 河暗流滴 没有热烈的拥抱 没有甜蜜的亲吻 这有什么 最深沉的爱 自有它 最朴素的方式 春天来了 春姑娘 把荣荣东风 绵绵春雨 洒向人间 把爱和希望 洒向人间 楼前的花坛中 娇艳的繁花 次第开放 吐露芳飞 粉红的碧桃 嫩黄的银春 斑蓝的蝴蝶花 还有那愣乎乎的仙客来 羞大大的寒羞草 以及那虽然开放不出灿烂的花朵 却也要平中旺盛的生命力 与百花争一分春色的死不了 辛勤的园丁 对他们一视同仁 精心护持 春天 属于所有的生命 沿着花坛旁边的小径 新月徐徐的踱步 夕阳的斜照 透过白杨树 和欢树的树叶 投下了一束束清亮的光柱 木矮朦胧的林荫幽静 显得开阔而深远了 和润的空气 醉人的花香 使新月心情神爽 正是读书的好时节 她一边漫步 一边轻轻地背诵着英语单词 陌生的单词 念上三两遍 便牢牢地印在脑迹 似有神助 今天不是探视日 楚老师不会来 家里的人也不会来 新月就只有专心致志地 把时间用到学习上了 自从那个难忘的雪天 新月突然得到了爱情 或者说突然认识了 早已蕴藏在心中的爱情 她就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 生活在过去 只有在梦中倒过的那个美好的世界 一股奇异的力量注入了新月的身心 就像拔结的春笋 抽牙土叶的巴西木 伸展着充满活力的双臂 拥抱着明媚的阳光和湛蓝的晴空 新月不能辜负这美好的时光 又在发愤读书 充实自己 为重返燕源 做好充分的准备 她对楚老师说 一年级的课程 我已经学了大半了 复学之后 就不想再从头开始了 我打算利用养病的时间 把落下的功课都补上 请学校给我一次第一学年的补考机会 我相信自己会全部及格的 这样争取在暑假之后上二年级 比别的同学也就只晚一年了 楚燕朝听了新月的话 却没有说话 似乎有些犹豫 楚老师 您是担心 学校不会答应我这个请求吗 还是怕我没这个能力 您知道 我是多么不愿意被同学们落下 我一定要赶上去 并且还想明年 争取再跳一班 再回到原来的班上去呢 楚老师 您应该相信我的力量 还有您的帮助 帮我向学校说说吧 啊 一定要满足我这个愿望 至于 您以后是不是仍然当我的班主任 我现在 倒不那么担心了 因为 因为我们 永远也不分开了 新月的决心和激情 显然是楚燕朝身为感动 他终于说 好吧 新月 嗯 不管结果如何 我们 都应该朝这个目标努力 嗯 只是 你不要搞得太紧张 为了明天和未来 一定要保重身体 啊 从此 新月投入了紧张 而愉快的复习和预习 除了最重要的英语 还有政治经济学 中国文学史 已经学过的要巩固 没有学过的要弄懂 技术 这些 对于新月来说 从来都不认为是负担 反而从中 享受到了无限的乐趣 一度停止的攀登 又继续下去 朝着既定的目标 朝着事业的辉煌的远景 新月轻轻地背诵着 沿着林荫小路缓缓走来 夕阳的鞋灰 为新月的倩影 勾画出了一道金灿灿的轮廓 卢大夫迎着新月走得过去 新月太专注了 两个人都快碰面了 新月还没有注意到 面前是谁 卢大夫站住了 微笑着说 问女何所思 问女何所意 哦 卢大夫啊 女意无所思 女意无所意 我在背书呢 哦 背书 卢大夫神秘地看着新月 这个少女心灵中的隐秘 由一曲梁柱 已经被卢大夫窥破 她从心底祝福新月 在危难之际获得了 至真至纯的爱情 并且由衷的惊叹 爱情的力量 使这个心脏残缺的姑娘 焕发了青春 她期待爱情 在和病魔的较量中 再创造更大的奇迹 如果楚燕潮 赤烈的爱情 能够保住新月的青春 和生命 那么她这位大夫 将十分荣幸地 推翻自己的论断 在心脏病治疗史上 用诗的语言 添上绚丽的一笔 卢大夫动情地望着 这个初恋的少女 猜测她此刻的心思 该不是又在背什么 缠缠绵绵的剧本台词吧 卢大夫 您看嘛 新月把背在身后的手 伸出来 拿的果然是 大学一年级的英语课本 她兴奋地对卢大夫说 我正准备手术之后 升二年级呢 卢大夫 您什么时候给我做手术啊 手术 卢大夫怦然心动 新月还一直在等待着她 去年许诺的手术 她该怎么回答呢 她能这样说吗 姑娘 你的二肩瓣必锁不全 比原来严重了 手术不能做了 她能这样说吗 姑娘 你永远也不会再有 和正常人一样的心脏 只能一天天地为止 直到生命的终点 她能这样说吗 姑娘 把希望寄托于爱情吧 你的病 今天的医学 还没有办法根治 当然不能 她只能和楚燕朝一样 用善意的谎言 来安慰很少猜忌之心的少女 新月啊 你的体质恢复得很好 看来手术的必要性不大了 何必再挨那一刀呢 又不是万不得已 不 我要做吗 我不怕那一刀 我愿意根除隐患 做一个真正健康的人 卢大夫 您不用担心我 我能亲手得住 您不是说 我变得勇敢了吗 卢大夫 放心地做手术吧 您答应过我的 是的 是的 我 我答应过你 你的确是个勇敢的孩子 既然 你要求做这个手术 嗯 这也很好 我希望啊 手术成功 但是目前 还不是时机 啊 为什么 您说过 等到春天 现在 春天已经到了 是春天到了 但是 你忘了我说过的话吗 手术必须在风湿活动 完全停止半年以后 才能进行 可是 在这之间 你又感染了 反复了 所以啊 手术 也只好相应地推迟了 那 推迟到什么时候啊 我九月份就该复学了 您可别 我呀 不会耽误你 在同仁医院 卢大夫和新月 就新月的治疗方案 交谈着看法 卢大夫 我的手术 要推迟到什么时候啊 我九月份就该复学了 您可别 我不会耽误你 一个医生 一定会利用一切 可以利用的时机 但是 希望你啊 能够和我密切地配合 避免再度反复 那 根据具体情况 我将考虑手术 在适当的时候实施 新月 在你秋天复学之前 说不定也来得及 好 那就让我们挟起手来 一起争取吧 卢大夫挽着新月的手臂 徐徐前行 卢大夫 既然时间那么长 那就让我回家去等吧 现在天气也暖和了 不容易感冒了 我保证听您的话 哦 你又想出院了 嗯 好 那让我考虑一下吧 三天之后 新月果然出院了 老父亲和哥哥嫂子来接他 带走了卢大夫的主妇 带走了新月枕边的一大堆书籍 带走了窗台上的巴西木 带走了床头柜上的留声机 和一大楼唱片 楚燕朝事先 已经和卢大夫做了一次长谈 今天特地来接新月出院 这次 他没有再拒绝韩子期的邀请 登上了小汽车 坐在了新月的旁边 一直把新月送回家 薄牙宅前 那棵老槐树 展开了串串的白花 芳香扑鼻 荡着新月 大应被钱 那一架腾螺 紫霞蒸腾 彩蝶纷飞 等着新月 西乡房前 那一株海棠嫩红银树 笑傲春风 等着新月 新月回来了 西乡房的大同床 梳妆台 写字台 和闲置已久的台灯 默默无语的相框 都等着他们的新月呢 新月带回来的 不是孤寂 不是离愁病苦 不是夜森无眠 她有一颗充实的心 她有许许多多要做的事 她有遥远 而又窃近的希望 在吸引着她 向前走去 巴西木放在向阳的窗台上 留声机放在靠床的写字台上 爱和希望 刻在心上 过去的灾难 仿佛都被人们忘却了 伯雅宅中又洋溢着欢乐 韩太太笑应淫地向楚燕朝献茶 韩子齐怀着感激与尊重 和楚燕朝对作续谈 陈书彦欢愉地帮着新月 安置西乡房里的一切 连宁中天星的脸上 也出现了难得的笑意 老姑妈则忙着下厨房 新月从西乡房探出头来 兴奋地喊道 姑妈 今天留楚老师吃饭啊 这顿饭因为是临时账落 自然不可能丰盛 但是新月却觉得 胜过了真羞美威 这是因为有了一个楚燕朝在 楚燕朝已经是这个家庭的 一个成员了 吃过了饭 楚燕朝没有立即告辞 又到西乡房坐了一会儿 他要把新月以后的生活 一一安排妥贴 才能放心地走 新月小声地问他 今天和我的父母一起吃饭 您是不是有点紧张 我紧张了吗 楚燕朝反问 事实上 他是有些紧张 因为从今以后 他的身份就不完全是来做 家访的教师了 韩紫棋和韩太太 也就不仅仅是他的学生家长 而且是他未来的岳父岳母了 我看见您好几次擦汗呢 天又不热 您打算什么时候 向他们公开我们的秘密啊 要抢走人家的女儿 总得事先打个招呼吧 抢走 我愿你的月光照着我 也照着生你养你的父母 他们和我一样爱你 我不能把你从他们手中抢走 以后 我们也将和他们永远生活在一起 你的父母 也就是我的父母 心悦被这真诚的心计陶醉了 他当然不可能告诉楚燕朝 这个家庭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和谐 父母之间 母女之间 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隔膜 心悦但愿 这个家庭有了楚燕朝 就从此改观了 不再有心理阻隔 言语举 情感折磨 像楚燕朝希望的那样 连误会都不再有 心悦 不过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必要 向两位老人公开 我的形象 在他们心中还应该 像个教师 而不是像个女婿 至少在目前应该是这样 你说呢 那好吧 就等以后 嗯 等到我毕业 就可以公开了 一个强烈的刺激 使楚燕朝的心猛然悸动 心悦 还有毕业的时候吗 心悦 却在搬着指头 仔细地计算着日子 哎呀 还有五年呢 我今年夏天 就十九岁了 毕业的时候 二十四岁 可是 您也要等五年呢 那时候啊 您三十而立都过了 这是不是等得太久了 不 不 我决心等下去 不要怕五年太久 我可以等你十年 二十年 我交给你的 是整个生命 心悦 我们永远在一起 永远也不分开 心悦 什么话也不必说了 他所深深爱着的这个人 心 是用水晶 用钻石 启成的 像水晶那样透明 像钻石那样坚实 这颗心 已经献给了他 他比天下最大的富豪 还要富裕 心悦轻轻地打开留声机 让他醉人的乐曲 来表达他此刻的情感 唱片在徐徐转动 柱藏在里面的声音传了出来 也许是因为心悦醉了 把唱片拿错了 不是梁柱 而是英语听力练习的片子 一所预言当中的一篇 患难见真交 从前 有两个朋友 心悦没有再更换唱片 就静静地听下去 英语的朗读声 飘出了西厢房的门窗 在这座院子里 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 真正听得明白的 也只有惆怅百转的 韩紫棋了 七月盛夏 迎来了新月的十九岁生日 非常遗憾 楚燕朝没能亲临这次生日聚会 学校临时抽调他 去参加招收新生的工作 而且是去上海考区 尽管楚燕朝至今还只是个助教 但招生办公室认为 他对招生工作 还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至于他负责的二年级英语课 目前已是期末复习 准备考试阶段 不再受新课 可以把他抽调出来 期末考试 则由系列安排别的教师出题 在楚燕朝不在的时候 检验他的学生的成绩 也是对教师水平的一次审查 对此 楚燕朝都无法拒绝 行前 他对新月千叮咛万嘱咐 新月 离别是暂时的 等着我 我很快就回来 千万保重 按时吃药 按时休息 不要让一次 离仇别墅 紧绕你的心 就向我时时陪伴在你的身边 嗯 新月 原谅我 不能向你祝贺生日 但在上海 也一样能看到天上的新月 并且 让我的母亲和姐姐 也分享我的幸福 新月 嗯 等明年吧 明天我们一起 过两次生日 你的 和我的 楚燕朝走了 一步三回首 把她的心 留下了 把新月的心 带走了 殷礼 六月初五的晚上 两位 西客 不气而至 郑小金 和罗秀竹 同窗之意 是新月激动了 哎呀 谢谢你们 还记着我的生日 哎 那怎么能忘了呢 小户辈老 罗秀竹说 多日不见 她那小巧的身材 长高了好多 待长江水味的香荫 也变成了 标准的精腔了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永远也忘不了 你帮我 度过了 鹅 转鹰的难关 幸亏转得及时啊 现在啊 鹅语 可吃不开了 新月婉儿一笑 可惜 长寿面已经吃完 用来招待他们的 只有两杯清茶 久别的朋友 却顾不上喝茶 他们要说的话太多了 东一榔头 西一棒锤 雨无轮次 满无边际 望着窗台上 郁郁葱葱的巴西木 罗秀竹说 哦 楚老师的这盆花 在你这儿 长得好快呀 啊 真是 向阎花木 早逢春啊 现在 他那个树寨里啊 可没有花咯 不过没关系 他那边 进水楼台 先得月 这话用来形容 魏明湖畔的被斋 自然是贴切的 但是不是 有什么弦外之音 新月听得心里 喷喷的跳 又不好说什么 只有装作 为家理会 郑小精 没有大茬 他觉得 罗秀竹 未免有些 太矮卖弄 从哪 顿来了两句词 乱用什么 罗秀竹 又摸了摸 写字台上的 留声机 哎呀 新月啊 你的学习条件 可真好啊 我们全班同学 上听力课 也才只有一台 破录音机 课后啊 老是被那些 男生霸占着 你比我们都强啊 幸福和自豪感 在新月的胸中荡漾 但他不能说 这是楚老师 送给他的 就笑了笑 那我也得练习听力啊 这个时候 一辆摩托车 吐吐吐的开到了 博雅宅的大门外 游地员高声的叫着 韩新月 电报 拿车 姑妈开了门 惶惶地嚷着 新月啊 你瞅瞅 是什么人来的电报啊 这一嚷 全家人都跑出来了 民用电报 常用做爹死娘王的急事 韩子齐经不起打击了 瞎得脸上变了色 嘴唇直哆嗦 电报 那哪来的电报 可心里又想 韩家又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在外地 这到底是 天星也跑过来说 新月 别急 甭管出了什么事都绷紧啊 新月也觉得奇怪 急忙把图章交给了游地员 接过了电报 匆匆地撕开了封套 抽出了电报纸 在路灯底下便急着看 发报地点 写着上海 电文是 海上升明月 天涯 共此时 楚 哦 是楚老师 是楚老师向我祝贺生日 新月捧着电报的双手 幸福地颤抖着 全家人这才放心地舒了一口气 新月兴奋地往里面走 手里的电报却被罗秀竹抢了去 返回西乡房 凑在灯下 仔仔细细地看着 那两句并不陌生的唐诗 在此时此刻 却别有心意 好像千年之前的作者张九龄 是专为惊笑而写的 罗秀竹喃喃地感叹 哎呀 楚老师啊 他的心可真好 郑小精 挨在罗秀竹的身边 愣愣地注视着那个十一个字 楚老师 一张纸片 打动了两个与新月同龄的少女的心 引起了他们各自的思索 而远在上海仰望明月 瑶记深情的楚燕朝 又怎能料到今夜在新月的身边 还有这两个旁观者 新月的脸上泛起了羞涩的红韵 她不知所措地呆立在一边 左手搅着右手的手指 好像是个陌生人走进了别人的家 西乡房里主人和客人颠倒了位置 罗秀竹反复地吟诵着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哎哟 我太麻木了 直到今天才明白了 为什么谢秋思 那么嫉妒你 新月 谢秋思 郑小精一愣 心智口快的罗秀竹 突然点到了那个 根本不在场的人 是郑小精的心头 闪过了许许多多的往事 原来是这样啊 难怪 楚老师对谣言 实口否认呢 他的心思 根本不在谢秋思 而在韩新月 为什么我早没想到呢 我应该想到的呀 楚老师对韩新月那么关心 修了学 还处处想着他 也许自己的疏忽 恰恰就在于韩新月的修学吧 这个楚老师 我那么苦苦不心地帮助他 他怎么竟然 哎 罗秀竹 完全没有注意到 郑小精的情绪变化 做政治工作多年的 莫尼特心里想些什么 也未必都让人家看出来 罗秀竹 对他过去整谢秋思 本来就幸灾乐祸 现在是更开心了 只顾着说 哎 谢秋思嫉妒 有什么用呢 该属于谁的 那就是谁的 也勉强不得 我怎么当初没看出来呢 哈姆雷特 只爱奥菲利亚 哎 莫尼特 你怎么也那么傻呀 郑小精绝不承认自己傻 他不愿意像罗秀竹那样 显得大惊小怪 却极力表示自己早已洞察了一切 我呀 早就看出来了 谁能瞒得过导演的眼睛啊 啊 心悦陷入了窘境 脸上发烫 心里却在笑 瞒不过 也就没法子了 郑小精想起自己 白当了一次导演 也不免遗憾 就叹了口气说 哎 可惜了一台好戏啊 罗秀竹说 我们都准备好了嘛 到底 还是没演成 哎呀 要怪啊 只能怪韩新月 怎么 怪我 我 我又不是故意耽误 还不是因为 话说到了一半 又停住了 惊喜和喜啊 他不愿意在这个幸福的日子 提到自己的病 可是话说到这儿 却难以回避了 嘴比头脑运动得还快的罗秀竹 急忙问 哎 韩新月 你的病到底怎么样了 啊 最近的几次复查 还好 郑小精 记着自己此行的目的 他关切地问 那 你暑假以后 能复学吗 宿舍里 我还一直给你留着床位呢 啊 系里啊 想插一个一年级的新生来 我没答应 这儿属于韩新月 谁都别想站 对同时入学的伙伴 郑小精 罗小竹 华小竹问 新月啊 我们可都等着你呢 暑假之后 我们该生三年级了 你可得抓紧呢 我 这得听大夫的 等做了手术 那 手术什么时候做呀 从春天 推到夏天 哎 还能再推到秋天嘛 等过了暑假 升级可就来不及了 是啊 我比你们还急呢 新月叹息着 她无法回答 知有的询问 她自己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 才能实行 那盼望已久的手术 每次去检查 卢大夫都是一番安慰 让新月等着时机成熟 时机何时 才能成熟啊 忽然 新月的心中 略过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位让人信赖的卢大夫 不会是在骗我吧 不会像罗秀竹说的那样 是在有意往后推吧 如果推得遥遥无期 那么 我的一切计划 既不都要落空吗 希望 突然变得渺茫了 新月的心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慌 无找无落 无依无靠 两串热泪垂落下来 她像求救似的抓住了 郑小精的手 我怕 我怕被你们落下 我怕 韩新月 韩新月 别哭 别哭嘛 罗秀竹说着 可自己 却也跟着哭了 郑小精 扶着新月 坐在床上 掏出了自己的手绢 替新月 擦去眼泪 新月同学 别 别这样 啊 要相信大夫 会把你的病治好的 你自己 就不要着急了 啊 既来之 则安置 至于 和养病无关的事嘛 就什么也不要想了 啊 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一定要完全排除 来自外界的任何干扰 你 明白我的意思吗 新月没有说话 郑小精这意思 他应该听得明白 罗秀竹傻乎乎的眨着眼睛 是不是 我们也干扰了他了 那楚老师 也干扰他了 郑小精没有正面 回答这个问题 他抬起了腕子 看了看手表 我们 该告辞了 新月啊 楚老师也很忙啊 他的担子 很重啊 西乡房的气氛 变得沉闷了 新月的心 乱了 送走了两位同窗 姑妈插上了大门 嘱咐新月早点睡觉 哎哟 瞧这两个丫头 在这儿聊起来就没完 可别让他们把你给累着啊 嗯 新月答应着 缓缓地走回去 踏着院子里的一片凄凉月色 他没有直接走回西乡房 却朝上房走去 他看见爸爸书房的窗户亮着灯 他想跟爸爸说说话 楚老师不在 新月心里的烦闷和疑虑 只有向爸爸诉说 他敲了敲书房的门 叫了一声 爸 没有听到爸爸的回答 东间的卧室里传出了妈妈的声音 新月啊 你爸在水房冲洗呢 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吧 他今儿人累了 你也快睡去吧 有病就得自个儿留点神 别熬夜 这还用大人说吗 妈 我这就走 新月答应着 痒痒地想退回去 书房的门 却又与他刚才的敲动 而缓缓荡开了 新月不经意地望里一瞥 爸爸确实不在屋里 书桌上的台灯却开着呢 灯下摆了一本打开来的后书 书上压着爸爸看御用的放大镜 新月在心里联系爸爸 哎 这么大年纪了 夜里还在看书 新月想替爸爸把灯熄了 这样 爸爸洗完了澡 也许就不再接着看了 好让爸爸早点休息 新月轻轻地走进去 正要伸手熄灭台灯 却完全出于读书人的习惯 翻起了那本厚厚的书 看看封面上是什么书名 封面赫然印着四个特号老颂字 那颗概论 这根本不是爸爸的专业 爸爸这样靠着放大镜 艰难地阅读 肯定是为了我 那强烈的父爱 使新月激动不已 他不想马上离开爸爸的书房 就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要等爸爸洗完澡 回来 向爸爸说一声谢谢 可是 他又想 爸爸什么时候买的这本书啊 怎么从来没见他拿出来过啊 也没听着书起过呀 新月浏览着书页上的签字 医书对于病人 是有特殊的吸引力的 新月很想看看 关于心脏病的论述 也许 这有助于自己了解病情 有助于配合大夫的治疗 也许 这可以让新月 解开对卢大夫的猜疑 新月 急切地想寻找答案 迫不及待地搜寻上面的字句 他翻到爸爸 折着书页的地方 大标题是 二间半分离术 这正是新月天天在等待 急于要知道的 新月赶快往下看 被爸爸用红笔画了记号的两行字 首先跳入了新月的眼帘 在适应证小标题下面的一行是 风诗性心脏病 单纯二间半狭窄 或伴有轻度 二间半避宿不全 风诗活动已停止 至少六个月 其中轻度二字 被爸爸加了圈 新月看懂了 这和卢大夫过去说的是一样的 这么说 她的情况是在适应症之列 手术可以做 新月的心兴奋的跳动 继续往下看去 在禁忌症小标题下面 画了红线的一行是 二间半狭窄 半有中等度以上 二间半避宿不全者 而中等度以上五个字 被爸爸反复地画了好几次几号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从轻度到中等度 从适应症到禁忌症 这意味着什么呢 难道 是我的二间半轻度 闭锁不全 变得严重了吗 手术不能做了吗 卢大夫的推迟 只不过 是他对我的安慰 难道 这就是我要寻找的答案 新月被惊呆了 美好的幻想 顷刻之间被积得粉碎 新月觉得头脑被掏空了 胸膛被掏空了 整个身体都和希望一起 化成了飘散的飞沫 他自己不存在了 他在极度的空虚绝望之中 也许度过了一个世纪 也许只是短短的一瞬 新月突然在茫茫的宇宙间 清晰地听到了 不知来自何方的 哗哗的流水声 他被惊醒了 奇怪啊 从来也没有这样灵敏的听觉 他竟然能隔着好几道墙 听到在上方东头 离这儿好远的水房里的流水声 不 新月什么也没有听到 只是想到了 意识到了那身影 那是爸爸在洗澡 也许他马上就要出来 回到他的书房 看到女儿正在读他画了记号的书 爸爸会怎么样呢 新月想起爸爸摔伤之后 裹着绷带的惨状 不不不 不能 不能再刺激爸爸了 我必须赶快离开这儿 赶快 新月吃力地扶着桌子 勉强支撑着站起来 把书和方打镜 仍旧摆好 一切都照原样 然后扶着墙壁 扶着雕花格扇 轻轻地走出去 没有发出一点响声 新月扶着抄手游郎 缓缓地走回了西厢房 熄了灯 像一根折断的花枝 飘落在自己床上 天上 一弯上显月 朦朦胧胧 照着这寂静无声的宅园 月亮一天天地圆了 楚燕朝回来了 古人说 月是故乡名 楚燕朝在久别重游的故乡 夜夜望着明月 心却思念着北京 招生工作告一段落 他所承担的口试任务完成了 便迫不及待地启程北上 下午两点五十分 列车徐徐开进了北京站 车门刚刚打开 楚燕朝便第一个跑上了夜台 穿过长长的人流如潮的地下通道 走出车站大门 头顶上 浑厚的钟声 刚刚敲完三点钟的最后一响 楚燕朝匆匆登上公共汽车 并没有急于回燕园 而是仙奔博雅柴 姑妈给楚燕朝开门 姑妈您好 楚老师啊 您这是从上海回来了 哎呦 新月啊 楚老师来喽 新月怦然心动 应声从西乡房里迎了出来 分别不过半夜 新月觉得像过了一年 现在 她盼望的人回来了 胸中积蓄的太多的情感 太多的语言 可以清土了 但是 一个魔影 输得 从她心中掠过 她的脚步站住了 不 不必说 现在什么都不必说 让这个远行归来的人 得到片刻的喘息吧 新月极力使自己冷静 不要吐露激情 也不要显出忧伤 只需要安宁 给自己安宁 也让楚燕朝安宁 新月重新在廊下 迈开脚步 楚燕朝已经进了垂华门了 啊 她晒黑了 泪瘦了 楚燕朝手里提着一只 朴素的人造格皮包 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看见她 新月就什么话也说不出了 一双湿润的眼睛 蕴含着千言万语 新月 我回来了 楚燕朝轻轻地 充满激情地叫着 绕过木雕影背 急急迈下垂华门的台阶 向新月走来 你 你怎么样啊 还好 什么事也没有 这就好 这就好 楚燕朝一路悬着的心 才稍稍聚得安定了 随着新月往西乡房走去 到了门边 有迟疑地站住 望着上房说 两位老人家和全家都好吧 妈妈问候他们呢 哦 谢谢 他们现在都不在 我爸和哥哥嫂子 都上班去了 我妈去清真寺 离主门去了 星期五是穆斯林的聚礼日 家里只有我和姑妈 哦 哎 新月 嗯 你瘦了 脸色也不大好 哦 是不是休息得不好啊 嗯 是不是 总在惦记我呀 嗯 新月 其实我离开你没有多久 心里要放开些 啊 嗯 两情若是九长时 又气在朝朝暮暮啊 新月无眼地望着楚燕朝 哎 这个征服人心的人啊 让我怎么回答你呢 说是 还是说不 哎 楚老师 嗯 是您 太惦记我了 我最近其实 挺好的 姑妈送上了一盏盖碗茶 呦 干嘛还站着说话呀 楚老师 您坐坐呀 瞧这丫头 见了老师就跟傻了似的 楚燕朝这才不好意思地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 姑妈不再打扰他们 微笑地退去了 楚燕朝打开了手提包 举出大包小包的上海糖果 小胡桃 陈梯梅 巧克力 摆满了一桌子 楚老师 嗯 这都不是我买的 是妈妈送给你的 啊 礼物虽轻 也表达了一点心意啊 哎 妈妈非常喜欢你 啊 泪水涌出了新月的眼睛 楚燕朝今天一再使用妈妈这样的说法 而不说我的母亲 显然已经看作和新月共有的了 但是新月还能够和她共有吗 妈妈曾对哥哥说 人人两重父母 那么她新月呢 她还会有吗 哦 对了 新月 妈妈还希望放寒假的时候 你和我一起回上海过年呢 是吗 这愿望无疑是太美好了 可是新月 可是新月 已不再做这样美好的设想 心中的魔影 时时在压抑着她 寒假 新月这个早已修学 而又复学无望的学生 无所谓什么假了 体会不到别人在假期中的乐趣了 新月 泪眼汪汪的说 我怎么能去呢 您没告诉她 我正在 生病吗 有什么必要告诉她 你又不会老生病 到时候你就好了 一定会好的 除燕朝掏出了手绢 替新月擦去脸上的泪水 而她自己的心 正在被痛苦拭咬 新月 原谅我吧 这个 从来不会撒谎的人 刺客说的 全是假话 这次回上海 母亲和姐姐 又在关切已经催促了许久的终身大事 忙着托人介绍对象 除燕朝告诉他们 她已经有了心中的月亮 母亲的憔悴的脸上 立刻展开了笑容 一双饱经忧患的眼睛 流下了洗泪 哎呦 总算是盼到这一天了 我儿子要曾家立业了 弄个阿爸在九泉之下 也好明目了 姐姐做急于询问 新月父母的情况 楚燕朝巨石相告 姐姐兴奋的两眼放光 哎呦 她的爸爸是国家干部啊 哎呦 好啊好啊 将来弄个小孩子也有前途啊 哦 弄啊 给她讲过 呃 我们家里的情况 讲什么啊 又不是两个家庭在谈恋爱 母亲倒是理直气壮 我们家庭也不是什么坏家庭 弄个阿爸也不是什么坏人 说不定 说着说着 母亲又落泪了 姐姐又询问弟弟 哎 这个小姑娘多大了 什么时候毕业啊 这是楚燕朝最不愿意回答的问题 但她不能对亲人隐瞒 告诉了他们新月的现状 姐姐一听就急了 啊 啊 弄 弄 弄了个心脏病人啊 哎 弄晓得啊 心脏病人 是不能结婚的 哎 也不能生育的呀 母亲也慌了 两眼失神地望着儿子 啊 弄了楚家 只留下弄一条根啊 弄不要糊涂啊 亲亲密密 相依为命的一家人 出现了裂痕 楚燕朝的生身之母和同胞姐姐 并不能理解她 当然 也不能左右她 中国人断不了根 没有我楚燕朝 中国人根本断不了根 这条根太长了 太牢固了 从三皇五弟到今天 不知道还要传到什么时候 这是楚燕朝第一次和母亲顶嘴 他并不怨恨母亲 只觉得母亲和姐姐都太可悲了 中国的女人啊 世世代代靠她们繁衍子孙 却在史书上不占任何位置的母亲们 竟然是那么爱这条根 在上海 在楚燕朝的家里 当母亲和姐姐一听到楚燕朝 介绍的新月的情况 亲亲密密 相依为命的一家人 出现了裂痕 就在那一天 楚燕朝独自走出家门 给新月发出了那封电报 她离开上海的时候 姐姐正在写 不知道已经是第几十 几百次的思想汇报 没有像过去弟弟 每次离家时那样 为她送行 母亲毕竟心疼儿子 把好不容易买到的糖果 小胡桃塞进了儿子的体包 让她步步身子 并且哀求儿子 回到北京啊 想办法 同那姑娘断头 要慢慢的断头 我要送人家心啊 这一切 楚燕朝都只能烂在心里 永远也不能吐露给新月 用虚构的母爱 来安慰新月 温暖新月 用自己的真诚 来医好新月的心 让新月早日恢复健康 一切都像梦想的那样 小别重逢 说不尽蓄语柔情 可是日影已经蜥疑 楚燕朝没有时间 在新月家久留了 她恋恋不舍地站起身 新月 我得走了 回去还要向领导汇报工作 您走吧 工作忙 就不要常来看我了 不不不 我现在没有什么刻忙的 马上就放假了 不用上课了 我明天就没事了 明天一定会 明天 明天 新月喃喃地重复着这两个字 送楚燕朝出了西乡房 又送她出了院子 新月 回去吧 别送了 初老师 让我送送您吧 别送了 别送了 新月一直送楚燕朝 好远好远 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 仿佛又面临着一次长别 楚燕朝向完成了一件大事 她所惦念的新月 一切正常 她可以放心地回去了 回到燕远 她先奔招生办公室 离下班只有二十分钟了 她只好解明恶药地 做了口头汇报 留下了事先写好的工作总结 然后去韶元饭庄 她已经鸡肠碌碌 筋疲力尽 既需要吃饭 又需要休息 好好地吃一顿晚餐吧 庆祝此行归来 一切顺利 从韶元出来 楚燕朝踏着月色 走回了北斋 今晚的月色真好 圆圆的碧玉冰轮 高挂在天空 清光洒满了烟圆 卫明湖畔 柳丝依依 连夜甜甜 洁白的荷花 像冰雪雕成 在月光下 暗放幽香 湖水深处 也有一轮明月 水中月 天上月 遥相呼应 分不出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一只云儿月起 水中 荡起了涟漪 月影也乱了 楚燕朝 痴迷地望着月影 虽滴酒未沾 却感到微微的醉意 她想起了 斗酒诗百篇的李太白 明月给了她 太多的灵感 多少诗情 多少欢乐 多少慰藉 从举杯妖月 到扑月而死 一生明月常为伴 此心永住 清光里 诗人 是幸福的 月下沉吟 湖畔徐行 好久 没有这样的 闲情意志了 今日 得宽于 回到备摘门前 月光下 一个熟悉的身影 在等着楚燕朝 郑小精 向楚燕朝 迎了过来 楚老师 我听招生办的老师说 您回来了 郑小精啊 回来了 这次新博考试 同学们的成绩都不错吧 我惦记着你们呢 是啊 同学们 也惦记您呢 海上升明月 天涯 共此时 楚燕朝的心猛然受到了意外的撞击 他收敛了笑容 你 最近见到韩新月了 在他生日那天 我就看了看他 对于一个离开了集体的同学 我们还是应该关心的 郑小精回答得很坦然 但并没有提到同去的那个无足轻重的罗秀竹 真是 太谢谢你了 郑小精同学 这 这是我应该做的 要让新月感到党的关怀 母孝的温暖 这也不是哪一个人的恩惠 话说的入情入理 一点不错 但在楚燕朝听来 无疑还有另外的汉意 一片云彩 从天边飘过 遮住了月亮 湖暗 突然笼进了阴影 郑小精同学 我 我是在进一名教师的职责 当然 教师的职责 很神圣啊 记得我们刚刚上小学的时候 许多同学 常常忘了是在学校里 把老师挫教成爸爸妈妈 其实呢 这也没错 我们的确像尊敬父母一样 看待自己的老师 包括您 楚老师 正因为这样呢 老师也应该 像个老师 对每个学生的关怀 那都应该是无私的 而不应该掺杂个人的 什么企图 浮云掠过去了 月光明晃晃地照着楚延朝的脸 照着他的全身 像是要把他的五脏六腑都照穿 他几乎是在呼喊 个人企图 我有什么个人企图 初老师 您不必这么激动啊 去年呢 我们的几次谈话 您不会忘记吧 作为您的学生 我一再提醒您 要在同学们面前 树立微信 一言一行 都不要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 可是您呢 对那么多的议论置之不理 完全否认和女同学 有什么暧昧关系 事实是 您和韩新月 在恋爱 而且由来已久 初老师 您是个成年人 对您个人的事 我本不该过问 可是 您和什么人恋爱不行啊 为什么非要找学生啊 班主任 找自己的学生 楚燕朝的喉咙 像被一双无形的手掐住 一股血 从胸腔里往上涌 却吐不出来 面前站着的 也是他的学生 这个学生还满腹经纶 他就是全身是嘴 又怎么能 跟这个学生说得清楚呢 郑小精是长于演讲的人 可以不用稿件 做长篇发言 滔滔不绝 而且充满激情 让别人根本插不上嘴 郑小精继续说 也许 在你们男人眼里 韩新月 美丽 文静 清高 而又富于才华 那是很动人的 但是请不要忘记 她还是个只有 十九岁的女孩子 而且是个心脏病人 她已经够不幸的了 您 您却连一个病人都不放过 请问 这符合人民教师的职业道德吗 符合共产主义道德吗 你 你太简薄 太残忍了 郑小精同志 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 却也自信 不比你更不懂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 应该比任何阶级 都更证实人 尊重人 请你不要用 不是从哪儿捡来的尺子 来丈量我 你不具备这个资格 在你的眼睛里 我简直就是一条恶狼 要吞吃一个无辜少女 而她 还在受着我的蛊惑 天真地被我欺骗 你 你了解我吗 你了解新月吗 她的心脏 已经没有做手术的可能 她面临的是死亡 正在和死亡争夺时间 对于她 难道任何人 还有可能抱任何 个人企图吗 小正之家 被她的英语教师 给问住了 她来不及去查阅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 是否真有楚燕朝 所宣称的观点 但老师突然爆发的激怒 是郑孝经发慌 韩新月病情的严重 使她震惊 啊 她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那她自己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 怎么能让她知道 她已经不能再遭受刺激了 你没有跟她谈什么班上的情况吧 你们开的内容会 不能告诉她 没有 我只是让她安心养病 排除外界的干扰 干扰 什么干扰 是说我在干扰她吗 我 我也 我也 没有明说 郑小经不安地低下头 想着该怎么开脱自己才好 这个楚老师不饶人 人死良久 郑小经试探地问 那 新月的病 真的没有希望了吗 既然这样 楚老师 您对她的怜悯 又有什么用呢 郑小经啊 郑小经 怜悯 你以为人和人之间 只有奴才的姚维起怜 和主子的怜悯恩赐 而没有更美好的关系和感情吗 新月 是个很刚强的女孩子 她不需要我怜悯 也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 郑小经 如果你是她的朋友 给她的 应该是真诚的平等的爱 而不是怜悯 你懂吗 郑小经 到底也没有说出来 懂还是不懂 因为她自己也弄不清楚 大佬远地跑去看新月 算是怜悯 还是爱 更弄不清楚 楚老师和重病缠身 危在旦夕的韩心月之间 有着怎样的爱 楚老师的恋爱之谜 郑小经追踪了好久 终于真相大白 却又把自己绕糊涂了 这样的爱情 到底算哪个阶级呢 郑小经作为总支委员和Monitor 该怎么对待呢 老师 我要更多的关心她 您 您刚回来 早点休息吧 郑小经这时候才想起来 有一件烧带的事 伸出手 从衣袋里掏出了一打信封 递了过去 楚老师 您的信 搁了好些天了 嗯 楚燕朝顺手接过来 心思却根本不在这些信上 一共有好几封 他拿在手里 并不想现在就拆 只是随便的 看看信封都是哪来的 一个素白信封 引起了楚燕朝的注意 一看那熟悉的字迹 他立即就知道是谁写的了 他无心再和郑小经多谈 匆匆告别往宿舍走去 打开了自己的房门 走进小小的书斋 他开了灯 什么都顾不上 第一件事就是看这封信 这是新月的信 这个新月啊 明知道我不在 还往这写信 楚燕朝觉得有些奇怪 哦 是了 新月并不知道我哪天回来 先让这封信在这儿等住我呢 少年的感情是很柔很细的 用言语表达不清的 就写成文字吧 一股温情油然而生 什么烦恼都不存在了 楚燕朝急切地撕开信封 抽出了那几页素间 坐在灯前凝神阅读 这还是新月写给他的第一封信 楚老师 当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 您还在两千里之外的上海 而当您看到他 就只有等回到备债了 让他替我 在那迎接您 谢谢您 在那个月明之夜打来的 充满真挚情感的电报 那十个字 不 那十一个字 我已经反复看了千百遍 刻在了我的心上 我这封信 全做是给您的复电吧 但我不能把它借往上海 在您忙于工作 并且和全家团聚的日子里 我不愿意让您 为我分心 果然是这样 新月啊新月 你为别人想的那么多 感情又是那么吸引你 其实啊 如果能在上海 收到这封信 该多好啊 可以减轻我多少思念 又可以给我带来 多少欣慰呀 一片深情 使楚燕朝陶醉 如鸡似渴地 继续读下去 这封信 该让我从何写起呢 感谢命运 让我认识了您 我永远忘不了 前年秋天 我踏进燕远的第一天 首先见到的就是您 原谅我 我当时并没有一见钟情 那时看到的 只是您的朴素 谦逊的外表 后来才越来越了解了您 渊博的学识 和高洁的人品 使您 把我引上了师爷之路 让我看到了那远在路的尽头的 辉煌的巅峰 是您 使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 自知 自信 自强 最大限度地充实自己 让生命之火 在不懈的追求中点燃 在逐天光焰中 获得永生 您是我今生 最尊敬的老师 最信赖的朋友 如果命运 让我忘掉一切 而只记住一个人 那个人 只能是您 应该说 我真正开始自觉的人生 是在认识您之后 我多么希望 能永远在您的身边 做您的学生 您的助手 和您分担一世之难 也是共享一世之乐 可是 要实现这个 平生最大的愿望 唯一的愿望 已经 很难很难了 我像一只小鸟 刚刚是非 翅膀就 断了 楚燕朝突然皱起了眉头 心缩成了一团 怎么 鼻风一转 情绪一落千丈 新月 你 我感谢您 由衷地感谢您 在我危难之际 您给了我帮助 安慰和鼓励 并且无私地 献出了全部的 最美好 最宝贵的情感 我每次感到幸福 感到自豪 人生 得意知己 足矣 我已经 可以死而无憾了 但是 当我真正知道了自己的病情 手术和腹血 都已经成了泡影 震惊之余 又深深地懊悔我的无知和自私 您给予我的 已经太多了 怎么还能奢望得到您那爱情呢 您是一个健全的人 完美无缺的人 前途 光辉灿烂的人 而我 全命里注定 不能再返回事业之路 不能陪伴您 度过有意义的人生 有什么理由 在您那富有重任的双肩上 再增加负担呢 又怎么忍心拖着您 和我一起 坠入深渊呢 原谅我 我不能接受您的爱情 仅仅做师生和朋友 已经足够了 就让我们 永远记住着 高尚纯洁的 情感吧